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7月17日星期三 94岁高龄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下令冻结中国的部分资产 这部分资产价值2.43亿美元 是属于中国石油公司管道局有钱公司在马来西亚的资产 马哈蒂尔下令冻结这个资产的理由是 有一个中马合资的能源管道项目工程 资金双方合资 资金已经到位80% 但是工程只进行了13% 因此他认为这里面有贸易不合理 向令冻结这部分中国公司的资产 而且要求汇丰银行把这一部分的款项转给马来西亚政府属下的一个公司 事实上马哈蒂尔上任以来 在石油管道方面就已经取消了两个跟中国合资的项目 价值23亿美元 是两个管道工程 那么这一次可以说是一个事态的升级 这个事情的背后指明了中共 方面的可以说贪污腐败行为 涉外项目 因为中共搞的项目资金都到了80% 工程才13% 那其他资金去哪里了 显然里面有中共的做法 通常有重大的回克 高额的回克 这些回克还不止到一般的公司的老总 或者一般的中下级官员 而且涉及中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相当级别的高官 因此猫腻就在背后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高官一再拒绝政治改革 拒绝政治改革 拒绝民主化的原因 因为一旦中国有政治改革 有民主化 有这种新闻监督 司法独立的话 那么他们这种大次回克 尤其是涉外项目 大包大蓝 然后中饱私囊的这种行为就难以为继 越南 前两天我说到 中国跟越南正在南海有争议的万安滩发生对峙 在这里中国派出了海洋地质8号船和两艘海警船在那里进行勘探 受到越南执法船队的大量的包围 那么在之前是越南跟俄罗斯合作 在南海开采石油 也在万安滩附近 那么这次事情的进一步的信息显示 中国表面上是跟越南对立 事实上跟俄罗斯发生了对立 因为在背后真正撑腰的是俄罗斯石油总公司 是普京亲自下令为越南撑腰在南海争议石油开发项目的这个公司 那么这就可以显示 俄国和美国如果说都是两个大国 美国在南海所需要的是航海自由 航行自由是维护国际航道的安全 以及是捍卫周边小国的这些权益 但是俄罗斯不仅仅是要插手南海 而且有它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经济所得 因此但是在中国的报纸上 关于这件事的争端 只报道中国跟越南的争端 不提俄罗斯 不提中国跟俄罗斯 而且有关下面的跟帖 如果是出现这个抨击越南的跟帖 会保留下来 但是如果抨击俄罗斯 会被删掉 所以显示中共相当的心虚 就是这个 气短怕硬 四强民众 非常害怕俄罗斯 华为公司 当川普有松口 跟在6月底跟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会谈之后 松口说可能不费解除华为公司的这个管制 在不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前提下 那么现在美国的国会议员 参议院和众议院都行动起来要阻止 他们担心美国总统川普 会局部的或者有限的解除对华为的这个禁令 因此他们行动起来阻止这一点 共和党在众议院里面 在参议院里面 首先在参议院里面有两位 共和党的参议员和四位 民主党的参议员联合发起提案 这些体验的内容就是 如果解除华为的禁令 必须得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同意 如果没有国会的同意 商务部 美国商务部对华为的禁令 将会维持有效 而且说这个禁令 会覆盖相关的美国公司 就是说不能够 如果美国公司 所有跟华为的禁令 所有跟华为的禁令 产品和技术的美国公司 都不能获得豁免权益 因此这个提案提出来 要就送交参议院和众议院去通过 这是国会参众两院 共和党民族的多数意愿的意志 要阻止任何 美国跟华为打交道的这么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像这些众议院和参议员所表达的一样 说美国不能把产品和技术 提供给自己的敌人 然后用敌人来监控我们 同时说 跟这种危害国家安全的敌对势力 最好的做法就是划清界限 也就是脱钩 那么关于谷歌公司 现在美国也激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前几天在美国召开了一个保守主义的大会 那么在西部硅谷的一个创业的投资者 一个年轻的富豪 身价25亿美元的富豪 他应该叫做皮特泰尔 这个皮特泰尔就在这个大会上公开提出 他三问谷歌 说有多少外国的情报机构 已经渗透了谷歌的人工智能曼哈顿计划 这是一问 然后一问 说谷歌的高管中有多少已经被中国的情报部门所渗透 这是第二问 然后又说 是不是因为谷歌的高管全面被中国的情报机构所渗透 这才导致谷歌出现这种叛国行为 他说的叛国行为就是谷歌宁愿跟中国的军方合作 也不跟美国的军方合作 这是他的一个重大的指控 这个指控之后呢 这个谷歌做了回应 谷歌公司做了简短的回应 他说指控没有根据 然后说谷歌没有跟中国的军方合作 并且说谷歌跟美国政府在合作 而且强调说跟包括国防部在内的美国政府在合作 比较简短的回答 那么在政府方面 美国总统和白宫经济顾问各自做了自己不同的回答 美国总统川普说 他认为 这个皮特盖尔的指控 他说他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比谁都了解情况 他的指控可能是有所依据 他说让我们看一看 也就是说让我们的执法部门去看一看 那么川普的意思说 他接着会下令相关的执法部门去查看 去调查谷歌的这个是否有外国情报机构的渗入 尤其是中国情报机构的这个渗透 也就是说 接下来川普会下令 联邦调查局FBN和中央情报局CIA 对谷歌公司做这个调查 全面调查 那么另外一位 白宫安全顾问库德鲁 他去做了不同的表示 他说 这个皮特盖尔是我们政府的支持者 川普政府的支持者 他说 我非常欣赏他 当然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有不同的意见 他跟这个谷歌公司的总裁 这个PX1 他说经常保持有定期的会见 他说谷歌跟美国有合作 跟美国军方也有合作 他没有叛国 他不认为谷歌叛国 所以他做出了不同的说法 这个PX1是个印度人 现在是谷歌的执行总裁 那么究竟有没有问题谷歌 谷歌公司这么庞大 恐怕难免被红色势力 或者是中共的情报机构所渗透 但是美国政府或者川普总统下令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展开调查 总是有好处 那么不一定能够全面查处 也不一定能够一举肃清 但是我想对很多的渗透到谷歌里面的 中共见底或者是红色渗透这些势力 红色特工 恐怕是一个翁中作别的大好机会 所以对肃清谷歌射到中共渗透 应该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时机 至于结论先不用瞎这么早 究竟渗透了什么程度 但是谷歌在去年 前两年却发生一个争议 一个重大的争议 就是谷歌在十多年前退出了中国的市场 它是一个勇敢的举动 因为中共要求它符合中国的互联网审查 谷歌当时非常旗帜鲜明的拒绝了中共的要求 而且发现中共在利用谷歌中的中国员工 盗窃它的原代码 出于这两个原因 谷歌告别了中国市场 离开了十多年之后 谷歌内部却有这种鼓噪 要重返中国 所以要专门设计一个 适应于中国市场的所谓限缩版 或者是审查版的谷歌到中国去 也就是说谷歌如果进入中国 在中国搜索谷歌的时候 在中国境内 搜索不到中国政府不需要的那些敏感信息 或者是需要禁止的敏感信息 这样谷歌就可以到中国去赚大钱 谷歌这个项目受到了内部员工的反对而流产 实际上推动谷歌这个所谓限缩版 叫做蜻蜓项目的就是一个中国人 叫李飞飞 他原来是斯坦福大学的副教授 是人工智能方面的科学家 后来在谷歌负责这方面的事务的总裁 他在组织推动谷歌的项目 结果后来受到谷歌内部员工的强烈反对 在员工内部的抗议和投票中发现72%的员工反对 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不能助纣为虐 中共已经有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说法 那么谷歌搞一个线索版或审查版 是否是好像中国特色的谷歌 他绝对不能够搞这样的版本 去坑害中国人民 所以由于谷歌 多数员工的反对 这个计划最后被迫流产 胎死腹中 这是去年7月间的事情 然后过了两个月之后 这个李飞飞也就被迫离开了谷歌 所以重新回到斯坦福去教学 斯坦福大学 那么另外一个中国人总裁 另外一个部门的一个总裁叫李嘉 他也不久也离开了谷歌 所以这是去年闹出了一个不小的风波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曾经要求谷歌合作 人工智能在美国的无人机项目上跟美国合作 但是谷歌拒绝了 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说美国政府川普对他有批评 认为他不顾国家安全 甚至后来发现说 居然跟中共的这边都有合作 比中共的军方都有合作 所以这就让美国各界对谷歌产生了怀疑 所以当这位硅谷的大亨说了三问谷歌之后 然后硅谷的其他一些投资家 或者其他一些科学家的私下议论说 其实说谷歌内部高管 诗通中共的现象 说是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很多人都知道 只是很多人没有说出来而已 所以这一位硅谷创新大会 勇敢的指楼出来 非常了不起 所以有关谷歌的争议或者调查 应该会进行下去 然后再说到中国方面的事情 中国方面 现在中共的习近平当局或者是军方 实际上是准备两仓大型军演 一个所谓大型军演就是在东海 在针对台湾 因为蔡英文过境纽约 访问纽约 然后受到隆重的高规格的待遇 另外有美国批准对台湾的一笔新的 价值22亿美元的军售 包括军机和坦克和其他的导弹等等 中国发起所谓的军演 号称海陆空三军军演 代号是什么解放某某号 什么解放一号解放二号解放几号 这个代号 一听到解放二字 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 实际上都是个非常可怕的词 1949年号称中国大陆解放了 实际上是中国大陆沦陷了 中国人民说是被解放了 实际上是被奴役了 所以现在解放二字 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话的翻版 毛泽东有一句话叫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所以习近平他们搞的代号解放军事演习 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但实际上也是表面上指向台湾而已 因为在中共内部非常的诡谓 因为在今年所谓中共建政七十多年 说要举行大阅兵 10月1号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演练 演练在北京所谓南口训练基地举行 说是陆海空各种部队 演练部队都已经到了 准备这个十一盛大的大阅兵 搞盛大大阅兵 然后从北京到通州 到南方河北一带这些居民可以说不胜其扰 说经常听见这些飞机编队隆隆的飞过 还有地面上的坦克隆隆的履带声 还有这些所谓士兵训练的这些口号声 喊沙声震天动地 也就是说为了10月1号的大阅兵的军演已经开始了 实际上就有两仓军演在进行 这个所谓的军演实际上是为了大阅兵 那么东海上空的军演说是表面上针对台湾 事实上恐怕另有所指 因为中共建政以来总共有到目前为止有14次大阅兵 从毛泽东 邓小平 到习近平时代 总共14次 当今还有江泽民 胡锦涛时代 那么其中习近平就占了5次 习近平上任以来 那么今年如果10月1号举行大阅兵 习近平就第6次大阅兵 也就是说在中共建政70年中 10次15次大阅兵 习近平一人的阅兵就将近一半 所以这究竟是显示习近平大权在握 还是显示他的不安全感 事实上应该是不安全感更多 因为现在北戴侯会议即将要召开 北戴侯附近可以健备身严 公安 国安 当地的这些武警都出动 小脚脑态 各种县民县人也出动 然后河北当局也高度紧张 然后为了北戴侯 政治老人和最高领导人 将聚会每年一度的北戴侯来商讨国家大使 往往都是权力斗争的角筑场 权力斗争激化的地方 以前有一个前总书记江泽民自己说了一句话 说有人以为我们到北戴侯去休假 他其实一天都休不了 就暗示那里非常忙 权力斗争 刀光剑影 胡锦涛时代当总书记本来想取消北戴侯会 减少政治老人的干预 但是取消不了 还是要依然举行 到习近平时代就更想取消或者带话 也取消不了 结果也年年举行 被迫年年举行 当不住政治老人蜂拥而至 所以北戴侯会议就入场的 每年都会在8月上演 每年上演都会有政局的紧张 所以习近平这次以十一大渔兵为由 提前就开始演练 提前几个月就开始演练 其实也有防范北戴侯的意思 可以看到习近平的不安全感 他认为中央警卫不对 保卫他各种的安全还不够 那么卫序部队 八三四一部队还不够可靠 中部战区他也要动员起来 所以最近把中部战区的政委换成他的亲信 朱森林 然后还不够 要动员陆海空 火箭导弹 各方面的部队进行大演练 这个大演练的目的就是 如果北戴侯有异状 那么就以演细为名 闪击北戴侯 就跟前几年所搞的动作相似 那么同样在东海针对台湾的军演 表面上针对台湾 恐怕也是目光朝着北戴侯 如果北戴侯出现异常状态 比如习近平被党任人要推翻 或者说突然被反习势力处于某种软禁状态 他就试图通过这两支演练的部队来营救他 手上残层的军权来营救他 应该有这样的企图 所以这些大动作绝对不是针对外地 没有什么外地可以威胁到习近平本人的安全 那么也不针对民间的反对派 比如说民运人士 或者是宗教信仰者 这一步可能会威胁到他的安全 他针对的就是党内的政敌 也就是高层的反习势力 还有政治老人中的反习势力 所以让习近平非常的紧张 所以这些大阅兵或者大爷爷就是这样的背景 说了大阅兵 其实通常都是专制国家 极权国家 军国主义国家所搞的 民主国家很少 比如说美国他很少搞 那么川普上任以来 去年他7月14日参加了法国的一个 庆祝二战胜利的罗曼底登陆的一个大阅兵 他非常的羡慕 他就想在美国搞大阅兵 结果后发现预算比较高 说会高达 发费1000到3000万美元 结果去年2018年 香港大阅兵一再的割子推迟 本来想在2018年11月11日搞 结果也没有搞成 说费用太高而取消 那么一直到今年的7月4日 美国的独立日 也就是国庆时 才勉强搞了一个小型的阅兵 满足了川普的愿望 这个阅兵就是有一些战斗机飞过上空 有一些士兵的列队 经过了检约台 检约台是在林肯纪念堂 然后说相对小心 尽量节省花费 有部分的坦克 但是都考虑了坦克可能对街道的损坏 都没有大批的坦克开过这个街道 所以美国是一再压缩 尽管如此 这次川普总统的小型阅兵仍然受到了在野党 民主党和反对派各界的批评 认为完全没必要 认为是为他个人 但川普的阅兵实际上指向的是外敌 是示威给外敌看 比如说外面的共产中国 还有伊朗 北朝鲜这种挑衅势力 他示威给外面看 绝对不是示威给内部看 因为美国的军队是国家化 是国防 跟内政毫无关系 美国不可能调什么军队来镇压人民 内部只有警察 维持秩序 所以这时候 民主国家就如此自然 所以阅兵非常少 而且在各种争议 各种花费中 而中共如果要阅兵的话 这些花费根本不是问题 只要领导人一拍脑袋 再多的花费都拿得出来 而且不会对人民公布 也不会禁由什么国会 所谓人大政协去批准 完全是领导人 一个人拍板 究竟是花的几亿 几十亿 上百亿 人民都不得而知 无从过问 这是中国所谓中国特色的一党专政 社会主义一党专政 所以经常搞大阅兵 而频繁搞大阅兵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专制国家 集权国家 军国主义国家 早期的时候是红色苏联和纳粹德国搞得最多 后来二战之后 基本上就是共产党国家 搞得比较多 比如说什么北朝鲜 古巴 平反的这些大阅兵 我说的大阅兵 搞大阅兵 然后之后就是共产中国 红色中国搞大阅兵 到国庆 或者是其他什么日子 找机会搞大阅兵 秀肌肉显示武力 但是这些大阅兵并不就能够证明说 中国的军力达到什么程度 实际上最近中国军队又出现了丑闻 说本来有首艘的 辽宁号是一个山寨版 从乌克兰引进的一个废旧的航空母舰 改建的 说那是三寨版的航空母舰 第一艘航空母舰中共 那么说有首艘的航空母舰在大连生产 早就说要出厂 但一直没有出厂 那么今年说国庆70周年 中共建政期时 你要把首艘国产航母拿来线里结果又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有很多原因 除了技术原因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有一个人叫孙波 这个人是中国传播重工业公司的总经理 这个中国传播重工业公司实际上是位于大连 就生产航空母舰 军舰 潜艇 这些方面的军事 这方面的铸造厂或者研究公司 这个孙波就是中共秘密的一个军头 负责军工项目的一个负责人 结果他实际上是把机密交给了美国和其他方面 也就是说犯了间谍罪 李通外国 他是在去年被捕 他就跟前几天被捕的中共总装备部副部长前卫品一样 都是李通外国 说是间谍罪 那孙波在前不久 7月4日被判刑了 判刑是10年零6个月 那么他的罪名说他是一个说他受贿 中共的官员都受贿 他肯定受贿 还有一个罪名说是滥用直犬 没有提到他的间谍罪 但是中外各种消息的报道 都说是他把中国航空母舰和潜艇有关的图子 和设计的机密都卖给了美国 出售给了美国 蒙利 所以这也是他被抓捕的真正的原因 但中共报纸上毁磨如生 没有提 所以由于这些各种原因 说中国的首收航空母舰难产 而所有的机密都被掌握 总装备副部长前卫平的李同外国的行为 像美国的气暗透明 输送情报的行为 还有通过他儿子 也是中国军队的信息化 这方面现代化的重大机密 几乎都被美国全盘掌握 所以就在大禹兵前夕 中共的军队可以说是漏洞不少 丑闻很多 而这个军队的腐败程度那就不用提了 完全超越了满期末年 北洋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外界有一个说法 说中国军队的实力实际上是被夸大了 说实际上是纸老虎 反过来说 习近平本人的权力事实上也是被夸大了 他也是一个纸老虎 所以才这样的 没有安全感 要通过不断的强调搞政治 军演大禹兵来加强自己的权威 在军演和大禹兵的过程之中 他们称为政治任务 当北京河北的居民就感到不分其佬 打听怎么那么多军队在运行活动 飞机 坦克 士兵 口号声 喊杀声 结果对方的回答是 重大政治任务 毁莫如生 一个军演 一个阅兵 被称为重大政治任务 跟最近习近平反复讲政治有关 他讲政治词语越来越多 什么政治战队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立场 政治纪律等等 越来越多 越熟各级官员 那么在北京南口大演练的场合说戒备生严 进出都有武警 军警 层层管理 检查证件 有一些民工进去施工 要被手机上交 而且部队拍照 然后进出收声 所以非常的神秘 诡秘 毁莫如生 所以有一些媒体的说法说是 遇事可能有重大的事情再发生 或者将要发生 第三个题目